還有嗎?還有對應的測驗體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第三週的測驗體呢 就目標是來檢視學員們對這個BWISE的運算 然後呢這個BFILD 怕很多同學不知道BFILD BFILD其實你很多,你可能已經看過了 BFILD是什麼呢? 在結構體裡面呢 不要說什麼,不要說 在結構體裡面呢,你會看到一個冒號的 在這個結構裡面冒號的 那這個東西就叫BFILD 然後注意到BFILD在Linux Kernel很重要 就是這個東西在很多人寫程式的時候都忽略 但是在Linux Kernel非常之重要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Alignment,對吧? 我們講到那些像什麼Cache Cache Line這些議題 所以就是在Linux Kernel來講的話呢 開發者要花很多心力去了解這個二進位 他的那個行為上是怎麼一回事 好,那所以這個第三週呢 相當是把之前講的東西重新回顧一次 好,那我們來看題目 在伺服器的領域呢 其實很有趣喔 就是會花很多力氣去改進記憶體的開銷 為什麼?你想喔 如果你有用過GCP EC2 或者是類似的雲端服務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收錢不外乎就三個因素 CPU使用率 CPU使用率 然後呢 再來是儲存空間 儲存空間的那個使用量 然後還有網路 網路會分進去的封包 跟出去的封包 那這些都是拿來收錢 然後你要想喔 就是像EC2 亞馬遜的EC2 EC2就建構在虛擬機上面 它建立一大堆instance 然後你要知道就是說 在這種雲端運算的公司 它會花很大力去改進記憶體開銷 為什麼?這當然簡單 因爲它instance有上萬個 如果呢 你一個instance可以節省1Mb的空間 你看到1Mb的空間 上萬台 哇,那個很驚人的對不對 那就可以節省的空間很驚人 所以你會看到像畫面中看到這個部分 Facebook他們就搞一個東西叫FB Stream Facebook很奇怪 這是一個有趣的公司 跟Google我覺得差異真的太大了 就是你會覺得都是網路公司 但是它面部的文化很不一樣 然後那總之呢 Facebook裡面呢 它會做一些很 會覺得很變態 就是它會做一些 苛求 苛刻到很變態的境界 所以比方說它搞一個東西叫FB Stream 它是把那個 把那個C語言的STL STD Stream 做一個替代 然後呢 它可以做 針對小的自串去做最佳化 它做什麼最佳化呢 就是它真的是到一個苛求境界 就是說 如果這個自串 它自串很小的時候呢 就是我根本不用Heap 因爲你平常你看 我平常我在做這個 機體配置的時候 遇到自串 遇到Stream literal 你可能用到Stake 用到Heap去配置空間對不對 這個必要 我們在Leap只有第一份作業的時候 同學們在配置自串的時候 通常動作幹嘛 都是呼叫MadeLock 注意到 在這邊來講 Facebook不希望你這樣用 為什麼 因爲它希望盡可能善用 有效率空間 比方用Stake空間 用Stake空間 對Cache是更好的 對Cache的Temporal 跟Sparker 都會表現更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遇到中等長度 會用動態記憶體配置 然後甚至遇到長的自串 還會做CabianLight 不要懷疑 就剛剛看到那個 我們在第二週測驗體 看到CabianLight 你問到什麼 這個測驗 所以你跟各位說什麼 這一個程式 其實就是 我們帶著大家 嘗試 我們就是把FBString FBString FBString 一開始用C++寫的 我們用C語重寫 我們重新去體驗 這種 記憶體最佳化 針對小的自串 最佳化 叫做SmallString Ultimization SSO 有時候也叫做 SmallBufferUltimization 我們把這樣的策略 帶來什麼 帶來 詞做一次 而且你大概猜出來 我們會要求你去看 Linus kernel裡面 哪裡用到這個技巧 然後CabianLight 我們剛剛講過 Linus kernel用到很多地方 CabianLight 然後這邊也用得到 然後這個東西 也用得到剛剛講到 Bithel 所以你看到 後面只要有 有冒號的 這個 這個就是Bithel 這個也是Bithel 這個還是Bithel 所以你大概猜出來 我們現在就做一個Bithel 那它怎麼用呢 它用的時候就像這樣子 就是 我去建立一個 很特別的支援 然後這邊只是我們隨便取的 你可以取一個更棒的名字 Anyway就是我教一個 XS 就是一個 extending 我原本的意思是 extending string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string 這個string會針對這個 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 small string optimization 依循這個策略 去實作 好 然後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它會盡可能去 降低記憶體開銷 它會看說 它是短的支串呢 還是中等長度的支串 還是長的支串 好 然後呢 去決定要不要用這個 copy on right的策略 好 那底下呢就是對應的這個 實作 那這個實作裡面呢 你會看到一些比較tricky的東西 比方說 你會看到Build in 誒 這個都是什麼 這個Build in C有Z 不要懷疑這個C有Z是什麼 就是come的Zero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在我們有引述那個 GCC的那個手冊 來做說明 然後呢 所以呢 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你會學的 你會在這個策略體呢 可以反思你對BYS操作的認知 比如說這個畫面中 寫來這個check bit 跟set bit 你一定要知道它怎麼運作的 那你要知道 要怎麼去選擇 然後要怎麼去處理 好 那這邊來講話呢 這有一些參考資料 請你一定要看它 這個可以讓你有蠻多啟發的 就是你千萬不要小看這個東西的最佳化 在雲端運算的這個需求超級大 就是因為雲端運算太多的內容是重複的 從檔案系統 記憶體配置到這些自傳 都會要做這種 我們不管是做de-dupe de-dupe de-dupe是什麼 de-dupe de-dupe就是 de-dupe的顛倒就是dupe duplication de-duplication就是那些資料會重複的 de-dupe就是去除掉重複的 你想啊 假設你今天像adams一樣 提供雲端服務給很多的人去使用 儲存的空間裡面 硬碟裡面 或是它的SSD 反正不管用什麼東西存 這些儲存媒介裡面一定有大量的資料是重複的 大量的資料重複的 如果說我們可以去掃描 把這個硬碟 檔案系統裡面的東西掃過一次 或是把記憶體裡面的內容掃過一次 然後把重複東西合併 然後只留個reference 這不就是前面講的stream interning 對沒錯 就這個 所以這個de-dupe不要小看 這東西超級重要的 你看 Google搜尋找到什麼 將近250萬筆資料都在講 講到de-dupe 所以你大概知道 這東西對雲端印象非常之重要 而且對NITUS科諾也是一樣重要 我們在千萬不要小看 自竄處理的對效能的影響有多大 我們之後會講到web server 我們讓大家會去 我們第一次的作業就讓大家寫一個簡單的web server 我們之後會讓大家寫一個專業的web server 就是它的效能 會大幅的提升 但是過程中你就要考慮到 這個自算處理的成本其實不低 給大家一個參考 適當的自算處理 它有機會提升10倍的效能 比方說我們這邊給大家一個參考 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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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有一個webserver它的名字叫H2O 對面你聽錯了 他就是...好了怕你不相信 點一個給你看 在Github上你可以找一個東西叫H2O H2O它是一個webserver 而且是高度最佳化的webserver 所以它可以支援HTTP1 HTTP2 以及最新的HTTP3 然後其中它有個東西很酷 就是叫做Qrintf 不好意思啊我每次都打錯 然後所以這個東西很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直接給你看結論好了 它的用意是什麼 它的用意就是來取代SPRINTF 你可以看到說這上面是使用原本的SPRINTF的 那底下是它重新持作的 那你看到這個效能很驚人的 前面花的時間是2.5秒 後面花的時間竟然什麼 竟然只有0.17秒 所以超過10倍的效能提升 所以你大概發現什麼 文字處理的成本是很大的 好 又因為文字處理的成本很大 所以你要知道 其實我們做上面這些事情 千萬不要覺得 只是讓大家做頭腦體操 很多同學就不以為來 然後覺得這東西沒有用啦 不是沒用 是你沒有活到可以看到它有用的時候 或者說你沒有進入一個行業 這個行業是怎樣 又要監督、廣度、深度 要解決世界各地人的需求 很不幸你沒有進入這樣的公司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上課的時候 會花很多時間 讓同學練習怎麼面試 因為說真的 很多時候 就是學生值得更好的工作 對不對 你去更好的公司 去更好的工作崗位 你才能夠把過去所學 過去那些理論 那些實作 那些你的洞見 才能夠有一個好的管道去發揮 否則沒辦法 你如果衝到直去輪班 我也沒辦法救你 對不對 好 所以注意到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SSO 其實它影響很大 事實上在Linus kernel裡面就有 那只是很難找 因為Linus kernel的SSO 是沒有寫註解的 但是在網路的地方有 就是網路的地方可以查得到 所以注意到 今天你去探索這些部分的實作的話 就是有很多技巧 其實在坑裡面都存在 只是說 你要知道它的動機 你要知道它的手段 好 那這邊來講的話 你要去設定一個實驗 確保上面做的 這個 Small Stream Optimization 是有效的 然後特別要考慮到 Locality or Reference 就特別是考慮到Cache 好 那注意到你在上一個作業的時候 上一個學生測驗 以及它對應的作業 有講到這個String Turning 你可以把這個機制整合進去 所以你又可以整合 Small Stream Optimization 又可以加String String Turning 加進來 那當然最後一個作業 那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就是這個 在Ninx坑裡面找到類似的手法 你會發現會很有趣 好 那注意到不要只用關鍵字搜尋 你要去花一點時間 讀程式碼 就是 關鍵是 敲一敲 那不要用過搜尋 注意到 這過搜尋根本找不到 你要去找程式碼 搜尋程式碼 而且 而且要用一些比較松的詞 就是什麼Arte-Mai-Zen-Strend 不要一口氣把那個全部打出來 因為是找不到的 好吧 那就 祝大家學習順利 先這樣 拜拜